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看什么呢 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先说拖挂这一块啊 因为黄车长你首先进去可能就是看见拖挂了 那么拖挂的这一块呢 很多人认为拖挂便宜啊 自己能够负担得起 而且呢也不会浪费自己的现有的这个前车 那么拖挂你看什么呢 拖挂主要是看哈 它的这个配重是否合理啊 因为这个拖挂的配重啊 如果不合理的话 会发生非常危险的情况 在你在拖挂的时候呢 容易发生一些紧急的事故 所以你要研究一下 它这个拖挂的配重是否合理 跟它的底盘是否搭配啊 因为不同的底盘结构对配重有不一样的要求啊 这个你最好是事先呢 做做功课啊 看一下 另外呢 拖挂呢 也不要买那种特别长 特别宽的那种啊 那种拖挂呢 一般都是营地车啊 什么叫营地车呢 就是说 呃 平时不开的只是在营地里面停着的啊 前不久看见一个新闻 就是投资了上千万的一个营地 呃 买了很多这个营地车 结果现在已经快倒闭了啊 那么个人也是啊 不要买特别长的车啊 尤其不要买超过呃 我觉得个人认为啊 个人认为啊 不要超过五米了啊 呃 就是它的箱体部分 不要超过五米 太长的话 你不好驾驭了啊 啊 就是拖挂这一块啊 呃 你看 嗯 你就要看看你 是吧 另外一个拖挂这一块呢 你还要看看它的这个能源的方式是什么啊 呃 一般进口拖挂呢 会有那种烧气的那种能源啊 其实这种能源还是蛮好的 因为气这一块还是更方便一些 呃 但是你要考虑到那个气好不好换啊 这一点你要跟厂家咨询清楚 如果在路上怎么怎么加气 呃 那么说完脱挂呢 我们再说说这个自行式的车啊 自行式的时候我们主要看什么啊 你不要光看价格啊 不要专门挑那个最便宜的走 你要看清楚一些重要的参数啊 比如说呃 这个车的发动机的行这个型号啊 性能 它是汽油 是柴油 它的排量是多少啊 如果这个 它的自行式房车 它如果是汽油的这个发动机呢 那么这种房车最好是不要考虑 虽然可能会便宜一些呃 但是后续用起来会不太痛快啊 尤其是动力这一块呃 加上它油耗这一块啊 个人还推荐用柴油呃 那么除了这以外呢 你在看房车的时候呢 可能房车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电器 你可以大致的问一下这些电器的能耗大概是多少 说是多少啊啊 如果厂家给你配了一个很很小的电池 那那个那个价格也是虚的 因为你后续还增加很多电池 另外你增加了电池以后 后续的能量补充怎么办 所以说有一个关键的参数要问清楚 就是 就是这辆车的充电效率什么情况 充电效率分两种啊 一种就是行车充电效率 就是开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 它有一个行车的发电机 那个充电效率是什么样的 多少瓦啊 嗯 够不够你正常的充电啊 比如说你车上有 呃 假如说你车上有八度电啊 那么要开多久才能把这八度电充满啊 呃 这个给你以后的使用非常关键啊 这是一种行车充电的方式 还有一种就是驻车充电 就是你停下来以后 用这个试电充电啊 试电充电 那么试电充电呢 嗯 你只要问一下这个充电机的实际功率是多少 而不要问什么发电机 因为如果说是这个房车上它配了发电机 它的那个发电机的功率并不代表它的充电功率啊 你要问清楚 这辆房车的呃 驻车充电的时候 如果用试电充电 它的实际的功率是多少啊 不要说听厂家说是3000瓦 其实根本达不到3000瓦的啊 你要具体问清楚 到底是多多大瓦数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太阳能了啊 太阳能虽然在车的顶上铺着 但厂家也不可能告诉你一个呃 准确的充电的功率 因为太阳能的功率它是适合在变化的啊 这也不怪厂家 但是呢 你也可以跟大概其实根据它铺了多少瓦来来来判断啊 因为这个太阳能呢 它是一个 说白了就是一个一个补充作用 它并不能够给你提供多大的功率啊 除非特别大的太阳能 比如说1000瓦以上啊 一般来讲几百瓦太阳能呢 只是对你日常用电的一个补充 保证你的冰箱不亏电啊 保证你的电瓶不亏电啊 呃 这个东西你要问一下啊 问一下 看看有多大的瓦数 是否包含在这个标配的价格以内 另外呢 可能还有朋友呢 去看展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想占点便宜啊 想买一些这种在车上的一些线车 然后直接提走 然后可能给你一个比较大的优惠 但是往往这种车呢 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比如说减配啊 有些减配的还会非常的麻烦啊 你比如说我有一朋友就是在展会上订了一辆 伊维克C型 结果回去才发现呢 它只有一个行车发电机 呃 一般来讲呢 伊维克的C型呢 它会配两个行车发电机的啊 也就是双 双发电机 但是因为这哥们的贪便宜 呃 买了一个展车 这造成很很大的困扰 所以他到后来呢 他在旅居下来的时候 住下来的时候 他经常找地方充电 啊 所以这个东西你要看 他把眼睛擦亮啊 看看他这个展车便宜 到底便宜在哪了啊 不要稀里糊涂就把钱以交给完事了啊 我的时候啊 贪小便宜吃大亏 另外呢 也发生过一些什么情况呢 就是展车有时候是事故车啊 这是我自己知道的啊 就是在前年吧啊 就一个车就是一个B型车 它是在去开展会的路上发生了事故 然后紧急的处理了以后 呃 在展会上给它低价卖掉了啊 这种情况啊 你要心里有数啊 千万别这个 中招啊 我是友情提醒一下 还有一个要提醒的就是什么呢 有的车型呢 它可能过于崇尚这种电气化啊 就是尽量的所谓的用电啊 但是这个我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在你以后真正的房车生活当中 可能 你还会添置液化器啊 所以说你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跟厂家沟通好 有没有预留液化器罐的位置啊 相应的造具的位置啊 这个要 心里有数 否则的话 你到时候在自己再想加的话就非常麻烦 好啊 今天就说这么多啊 因为可能还有很多细节没法一次说完 那么欢迎大家呢 关注我的账号啊 呃 我讲了很多关于房车方面的一些知识点 相信对大家有所帮助啊 如果大家想跟我沟通呢 可以 这个 我把我的信息打到这里啊 欢迎大家跟我沟通交流 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